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文杰紳士大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天想和大家主要講兩個人 兩件事 第一個人就是張敬軒 亦出了新聞說張敬軒說自己被封殺 亦說當時經理人Manny怕他自殺 老闆怕他自殺 到底是甚麼事件 到底他真正被封殺的原因是甚麼 文杰稍後會和大家爆料 第二件事就是許智峯 許智峯在年初一時 亦是年初一 他想找人幫他開年 為甚麼呢 因為他在年初一這些日子居然大犯國安法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稍後會和大家講解一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文杰紳士大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首先要講一講張敬軒 張敬軒做甚麼事 張敬軒在大年初一凌晨時開live 開live宣傳他自己的歌曲活動 他說他自己早前 大約在2016年2017年做甚麼事 他因為涉及一些獨派的事情被內地封殺 被踢出這個我是歌手 一個參加資格 大家也知道參加了我是歌手之後 基本上都會紅 紅的程度因應你的實力而定 但基本上都一定會給你香港現在的名字 會更加大更加厲害 所以對於這個機會來說 對於我們香港的藝人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和很好的事件 首先不說他封殺的原因 因為他封殺的原因是一個大爆料 也會和大家講一講 還有他家人的背景 待會也會和大家講一講 當他被踢走之後 他的老闆和經理人Manny 也很關心他 當時他在英王娛樂 英王娛樂廣州那邊的老闆 周老闆和一些助手 凌晨三點鐘敲他家門口 就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被人踢走了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 而令到你自己的內地沒有得發展 他就看了他的新聞 他就故作冷靜地說 那就好 可以買機票去旅行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麼放鬆 其實是人都想紅 是人都想取悅更多的觀眾 更何況他那個人是什麼人 叫藝人 他說他當時沒有什麼反應 因為覺得不算太可惜 因為他自己不是一些很比賽型的人 還要是三更半夜上禮 原來就是受他的經理人Manny所託 覺得他會受不了刺激 體驗不開 他說不會 還鬆鬆一口氣 因為他是緊張大師 何況他參加這麼大型的活動 他說他沒有什麼所謂 他很緊張 壓力大於一切 但是如果他不是重視這件事 他會不會緊張 所以其實他所說的根本上就是前後矛盾 若果他不重視就不會緊張 若果他緊張就是重視 所以他的經理人才知道他心底是怎樣想 怕他因為人生重大機會失去而自殺 他之後就看不開 就亂投資亂做生意 然後就令到他虧了很多錢 然後現在就說不單止做生意 會專注在歌曲的創作上 因為其實其他的生意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行業是非常非常之差 好了 現在就要說一說 大家可能說搞錯 說這麼久都沒說過重點 不是 因為都想大家看看 知道一下這則新聞 究竟他講了什麼 究竟張敬軒他自己講了什麼 是否真的覺得這件事是不重要 好了 現在我們再深入獵怪張敬軒 張敬軒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張敬軒的父親就是一個黨委書記 沒錯 是共產黨的黨委書記 是一個官 他就說不是高官 但是這個官位也不是一個低的官位 他媽媽也做過一個糾察 交通的糾察 你當是我們交通警員 也是共產黨的其中一個成員 如果這樣說的話 是不是應該 如果張敬軒肯認錯的話 肯真的認錯改過的話 應該要給他一個機會 因為大家所說 他真的叫做根苗正紅 不是一些黃鑽藍的普通人士 想著說幾句就別人接納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 真的不是那些 他真真正是根苗正紅 他還要怎樣根苗法 他的祖父 還要是清華大學工程系畢業生 也是一個高官的子弟 一個知識分子 當時這些知識分子很吃香 亦對中國來說是一個人錯 他的外公 他的外公 還有廣東省的陸軍總司令 非常非常高官 還不是高官子弟 還不是根苗正紅 為什麼他發生了什麼事 做錯了什麼 令到他不被接納道歉 悔過和不給他機會 原來大家可以看回 其實在2017年的時候 已經有一些端藝出現 原來當時 我們的中國國防日報 和人民日報 亦發表了一些文章 這些文章是講張敬軒 說什麼 他就說 有一個標題 國家面前無偶像 張敬軒被踢出 我是歌手 很明顯是講張敬軒 有什麼原因 他就說張敬軒 國防部和人民日報 國防部是一個軍部 軍部也要射張敬軒 而他外公是陸軍總司令 一個最高的高官 陸軍在廣東省最高的高官 有多少個 全中國有多少個 不多 為什麼都要說一個這麼根苗正紅的人 他失去了什麼 是不是真的失去了 2014年佔中事件 不單止 不是不是 是不單止失去了 2014年的佔中事件 除了佔中事件 他表態支持這些學生 去搞亂我們香港之外 其實他還有一個特別大的問題 就是需要台獨的問題 他表態支持台獨 而這兩篇文章也說了少少端藝 在2017年交代為什麼他會被踢出歌手 我也從幾方面去求證 求證的途徑你不要問我 當然要問一問 我也想知道我有沒有錯 如果有錯我當然不敢說出來 但若文傑肯說出來的話 大部分都沒有錯 方向正確 當時有沒有口誤說錯人名 說錯一點點 總會有一點點 我是會道歉的 放心 我說錯了 真的真的會道歉 所以我是求證過 張敬軒是虧什麼 是虧兩獨 虧港獨 虧台獨 虧外面支持這些佔中分子 這些所謂大學生 然後再虧台獨 他虧兩獨 所以被封殺 不接納他的參賽資格 說 在國家面前無偶像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國家層面裡的東西 這些偶像所謂的偽人 不好意思 是不可以給你們 不可以放生你們 更何況你是沒有就到港獨 其實張敬軒在2016年已經表明過自己是愛國 在很多不同的時間時 他的師傅劉家昌也說保證張敬軒是一個愛國人士 其實張敬軒是轉軒轉得快過周柏豪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 他真的轉軒快過周柏豪 但是為什麼不接納張敬軒 因為周柏豪他只是在我們香港事件上 但張敬軒身為一個高貫子弟 他身為一個根苗正紅的人 但是他居然在台獨事件上 在港獨事件上 在兩件事上都是出錯的 大家覺得有沒有可能呢 所以就不接納他去到我們內地發展賺錢 雖然他轉軒轉得快 但是他並不是好世界 因為他失去了兩件事 失去了港獨和台獨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未來日子裡某一些藝人很大機會 很快就會被要求轉軒 被公司要求轉軒 或者他們想黑球轉軒 但是到底他們失去了什麼 他們可不可以接納他的轉軒 大家在未來日子裡就會知道 講完張敬軒之後 講第二個人 這個人就叫做許智峯 許智峯年初一急不及待 想讓我們世界華人幫他開連 這是什麼事呢 他居然在年初一的時候 促請外國去制裁我們中國香港 以及要孤立我們香港 究竟是什麼事呢 原來他在大連初一 即是昨天的時間 就在社交平台發文 就說他自己認得厲害 他不認得厲害 怎麼可以繼續去眾籌 去賺錢去黑食 他怎麼認得厲害呢 他就說最近和各個國家不同的議員和官員 還有幕僚研究員等等 就在網上會面 我以為你走去會面 那會面的內容是什麼 就說要要求儘快制裁中國 以及要在經濟上孤立中國 我想說第一件事 他們沒有能力制裁中國 因為他們搞不定 第二件事 他們在經濟上孤立不了中國 因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很好的內循環 這個內循環令中國現在都壓立不到 而各個國家壓立不起 大家明白這個意思嗎 我們中國現在真的壓立不到 我們GDP也是一個正的增長 但是他所要求所面對所穩定的國家 他們的經濟上面是怎樣 壓立不起 起不了身 起不了頭 起不了身 搞不定 負增長 負增長的意思是跌 跌得很厲害 不要聽到增長這個字很開心 以為很厲害 負的增長越跌越厲害 他們的經濟已經是 其實他們經濟上面已經孤立了中國 因為他們追不上中國 所以搞不定 所以中國已經被他們孤立了 我說真的 他們真的繼續孤立下去 說真的 不要走來拖垮我們中國 說真的 你自己正增長的時候 你先好 跟我們做生意聊天 你負增長的時候 你的負能量太重 你真的不要 等你自己的樣子變回正能量的樣子 之後 你才走來跟我們中國握手 所以許智峯所要求的東西 基本上制裁中國和經濟上面 孤立中國 是做不到的 因為他們經濟上面是沒有能力去做到這件事 即是說他們自己是無能去制裁我們中國 以及無能去孤立我們中國 在經濟上面 所以這個許智峯根本上是廢 他說那麼多話都是笑話都是狗說 明明今年不是九年 但不知道為什麼大年初一 有隻狗在那裡吠 沒辦法 大家知道 人類是不會和狗吵架的 所以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所以有些事項許智峯是否還需要來 或者某些人不斷撩一些人吵架的時候 需要不需要來 其實不用理會 因為大家知道一件事 人是不會和狗吵架的 所以許智峯這個人 真的太廢了 他都不懂得要求別人去做什麼 所以基本上那些國家 答不答應他要求都沒有用 因為這兩件事其實是做不到的 你叫他們撤走領事館 撤走大使館 可能還有用 但這樣是孤立他們自己國家的國民 知道嗎? 許智峯 繼續說 許智峯已經和英國兩黨的國會議員會面 包括部級的長官和官員等等以上的人會面 他說內容是離不開 要求盡快制裁中國 停止侵犯人權的行為 和討論BNO簽證的細節 為何要討論BNO簽證的細節 因為相信他也是拿著BNO逃走 如果他現在拿著特區護照 他因為一個潛逃疑犯 他可不可以申請延期特區護照 應該是做不到的 所以他唯有在BNO的細節上 是很樂力和很關心BNO的細節裡的安排 他也說安排了自己和歐洲議會議員會面 說什麼呢? 就說遊說歐洲各個國家在經濟上孤立中國 歐洲的國家現在都在乞求 麻煩麻煩大哥 叫聲聲大哥 可不可以在疫苗上給我們一些 中國新年好 疫苗上你的國藥科興好像很厲害 可不可以滲過來 人家在乞求中國 可不可以幫助他們 你叫人家孤立中國 他們現在的經濟真的被孤立了 全部的經濟都是一沉百踩 即是已經跌到谷底 還可不可以說什麼同州共濟地去孤立中國 他們現在就是同州共沉 他就說與此同時 他亦跟加拿大、澳洲和新西蘭聯邦官員會面 遊說各個國家被聯邦政府 歐洲等地方學習和工作 做一個類似救生艇的計劃 另外他也在處理早前入稟高等法院的兩宗司法覆核 包括挑戰律政司 介入他的兩宗私人檢控等 還有很多不同的詳情 都要稍後說會交代一下 我真的要看他怎樣拿交代出來 怎樣交代一下 你不要緊要交代 你就回來開記者招待會 回來香港再慢慢說 逃犯 逃犯說你 不單止他一隻 他也說到他在英國的生活怎樣 他就說 不斷得知香港的示威者 香港的暴徒被捕的消息 感到難過 因為走不掉 他自己走得快好世界 人家走不掉就沒有被歌 做什麼事 很明顯是潤他們 如果不是他走了 怎麼會報防這麼嚴謹 怎麼會全部收起路由證件 怎麼會不批人走開 多得多得他 否則我相信沒有那麼多人是走不走 真的 這件事是真的 也被問到會不會不適應當地的生活 他就說起碼每天不會提心吊膽 可不可以保釋和會不會被捕 所以他就說他很疏忽 什麼叫別人衝自己鬆 就是這些 這些就是表表者 這就是許子狗 繼續說也不用擔心自己被人跟蹤和監視 因為現在英國的疫情處於封城的狀態 所以他只可以在室內保持運動 英國封城你又說封城沒有問題 香港封區你又說封區有問題 你這些黃人的思想到底是什麼事 什麼叫做人一旺就老變亡 老死亡 這些就是一個表表者 所以根本上不需要你去說什麼 政府應該做你就做 不需要你他們究竟這些老亡的人士 逃亡的人士 流亡的人士 潛逃的人士 究竟說了什麼 應該做就去做 應該給疫苗我們就馬上給疫苗 應該要求中央馬上過疫苗 就不要管專家扔磚的人 全部不要管 要做你就做 馬上叫疫苗下來 然後讓我們去接種 我們需要接種的是國家的疫苗 好不好 然後原來羅冠聰也在社交網站發文 我不知道為什麼一個不認中國人的人 他自己在公學大年初一 公學我們的新年 他說在海外的日子半年裡 會面了很多不同的官員和政治家 也出席了很多不同的論壇和演講 也稱自己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 希望自己的聲音可以使到香港議題上 在國際政治中走得更遠 你要走的話 走得更遠都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地方 大吉利士這樣 大吉利士也要說 你走到十八層地獄都可以 你將這些聲音帶到地府 你又不承認自己的中國人 又要慶祝我們中國人的之日 還有最大的之日 那你知不知羞恥 你不如先換一換歐洲的血 你不要再流中國人的血 既然不承認 你就削骨還褲 削肉還脈 還你的祖先 放血 這樣也可以 你說香港議題走得更遠 走下去 一些沒有人走的地方 都是走 雖然大家例事 你也可以去 反正在你的生命裡 這是中國人的之日 你都不需要過這些新年 說真的 相信大家也認同 所以狗真的不只有一隻 尿人吵架的狗也不只有一隻 但是 再三和大家說 人類是不會和狗狗吵架的 對不對 OK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在完結之前再次祝大家 心想事成 還有金銀滿屋 萬事如意 恭喜恭喜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訂閱 文健新時代頻道 記得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